大家好,我是美食姐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 在铺垫加糖和泡打粉的情况下 也能轻轻松松做出香甜松软好吃的大馒头 我用了3cup的普通面粉 一瓶勺的酵母粉 把酵母粉直接倒入面粉当中 不管你是用机器还是用手和面 都要用温水 温水有利于发酵 慢慢加水有助于掌握面团的软硬度 如果有的朋友喜欢吃奶香味 可以加入一部分的牛奶 牛奶会让蒸的馒头更白 做馒头的面团要比水饺面偏硬一些 因为面团发酵后还会变软 面和好以后呢 我们让它静置10分钟左右 再给它揉一下 这样有便于酵母粉在面团中分布的更均匀 也能让面组织更细腻 以便减少后面揉馒头的次数和时间 盖上盖子 让它发酵一到一个半小时 当然了 时间要根据你室内的温度灵活掌握 等面团发酵到原面团的两倍大的时候 就可以给它整形了 把面板上放上足够的面粉 以免粘连 把面团揉一下 然后分成剂子 馒头的大小可根据你的喜爱来确定 取一个面团 应手掌反复地往真心点揉 你会感觉到面团越柔越软 越柔越光滑 当然了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多揉几次 揉的次数越多 馒头越好吃 收口朝下 两手前后反复揉搓 让面团成形更圆 这样一个馒头就做好了 好 我把其余的馒头都做完 馒头整完形以后呢 让它们再进行第二次发酵 大约半小时左右 如果你居住的环境比较干燥 就盖一块干净的毛巾 防止馒头皮破裂 西雅图地区比较湿润 所以我就不用盖毛巾了 等看到馒头变大变轻 并且皮发亮的时候 就可以装锅了 我用茶叶带纸防止粘连 你也可以抹油代替 馒头与馒头之间 要有足够的空隙 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 我们用的是冷水 好 盖上锅盖 开大火 等看到锅盖诸位 有微微的热气冒出 就是水开了 再蒸20分钟 好 馒头蒸好了 关火后不要急着开锅盖 停留三到五分钟 让馒头的温度慢慢降一些以后 再开盖 这样做馒头不容易塌 看我的馒头是多么的香甜松软 没有任何添加 吃着多么放心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